100% 然后说普京有没有打乌克兰呢 100% 香港轮选了吗 100% 他那个调子很 就是很摇滚的 很摇滚的 然后呢就给我说 他说我要跟你写出了一个 完全不同于你以往的 就是你Miles Gould的音乐 然后他就说我要你有一个要求 你要到我现场来拍 他我要主持一个 一千个人的这个队伍 跟你一起来拍 我只学你来好诗 名字就叫100% 然后呢半舞者 还有当时说有几个陪唱的人 我再一说 都是最近好莱坞最火的几个人 他这个歌呢 他喜欢一会儿版权这些都是他们的 就是让我唱 全英文 他就听了我 就是特别是塞北的学 铁锁梦之后 他觉得 我过一段时间要给唐平要合作 他觉得唐平绝对是音乐天才 他但是他跟我一样感 我对乐器从来没满意过 他说你们乐器绝对是做的不好的 他说我会给你来 完全是独创的乐器来搞的 所以说这个歌就代明了什么 铁锁梦打开了世界上对中国音乐和中国人生活形式的一个真的最简单五分钟就可以认知这个大门 音乐无国界 音乐的力量太大了 这两首歌一起上 而且能打榜这样你知道这是什么奇迹吗 兄弟姐妹们 在越南的咱一哥们 这是越南政府的 是跟老共沟通的前三号人物之一 中文辈好 他说郭先生我在越南 我只要放你这歌的 所有越南的 他说没有一个人不说 哎这什么歌我要听 然后下载 你看看咱越南了吗 你看看咱们有在那些那些国家起来了吗 骄傲的大日小日本 大日本帝国 包括英国 西班牙这地方 你看看下载量了吗 你看看澳大利亚瞬间第一 加拿大 台湾长期盘踞第一 澳门香港 新西兰 加拿大这次也很火 啪就起来了 不但这 还能把七大歌还能带起来 兄弟姐妹们 这说明什么 你们想过吗 在三年前 七个要唱首歌会是什么结果 会被欺民贼笑掉了牙 如果2017年七个一上来唱唱首歌 是不是 我文化一多 我估计下边说 去你大爷的滚 那不是骂死我 是不是 你去想想 现在七个唱啥 他们都觉得是音乐 那好莱坞的哥们 我说你看我这嗓子 他说你是电声的摇滚的嗓子 摇滚的就是什么 金属的声音 汤梁的声音 还有他说 最重要的是说 有人唱歌 低中高 他说他没有几个能独行的 独行一定有唱歌技巧 他说你完全是没技巧的高中低都行 我说我只会唱B点 不你能唱A调 我一想我也是啊 特别是你看咱们唱这个铁索梦后面那几句话的时候 特别重 同胞快醒来 我们要斩着火 我们砸碎这铁索 他说你是能唱的 他告诉我他说你现在唱的歌 只要找到好的新的节奏 西方能听懂的 用他的语言 他说一定你将会火 结果说 郭先生你别介意 你的脸就是钱 你就是品牌 他说你就像川普一样 会可以拿自己名字 就可以贴牌乱签 我说你 我说你能不能被这边说话呀 说了说了我挺高兴 我这脸都是钱 怎么跟川普都起来 他说真的 他说接下来你就是 你的脸就是品牌 你的嗓子就是钱 他说会是天大的钱 后来我说得值多少钱 他说天大的钱 你相信我 他说我们看了你的数据 吓死人了 哎我说今天这个喜币 怎么三万九 刚才四万一又变成三万九 以三万一 这咋回事 怎么老越来越少啊 这咋不懂这意思 我看不懂啊 啥意思这是 炒歌这是 43块钱 所以说他们 这个更搞笑的是 好莱坞这个新的团队 现在跟我是秘密接触啊 不让任何人参与 他说我只跟你一个人对话 我不允许任何人参与 所以说什么咱们原来的好莱坞队伍啊 还有什么GM 乌兰啊 小妹啊 都没让参与 我听了一个新的小样 七哥告诉你们 七哥的新歌在到来之日 绝对会对你们再次的震撼 我昨天一喊那两嗓子 和头两天我一跟那一对 这两首歌给七哥带来了什么 你们信不信是你们的事 我相信上天 我更相信上天 你没法弄 就是你平常你说 我咋能唱歌 就是这歌一来就 啪就来感觉了 就昨天那个转调 我一次没唱 啪就给转回去了 是吧 而且他是 这个 这个是很难唱的 然后再拉长线 我就这 就过去了 就直接就上去了 他说你这是咋回事 我说我就感觉有人叫我这么唱 结果咱们上海的战友们说 七哥你知道在上海 还有长春的战友们说 我们最大的快乐 这下就听你的歌 一听九灭中共 七哥 我就兴奋了 一听沧海一声笑 就兴奋了 哀之抗云图着梦 他说就坚决不跳楼自杀 然后听铁锁梦 一听铁锁梦 他说我们就觉得比他好 比铁锁梦究竟好 能过去这一关 哎呀 兄弟姐妹们 这两首歌真的了不起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感受的 中国人对好事忘得快 对坏事忘痛苦也忘得也快 但对这个歌声真不应该忘记 这两首歌的打榜奇迹 和唐平老师 威廉王老师 做出这样的歌曲 实在太了不起了 还有我们其他几个战友啊 这个不方便说的 在背后的帮忙 所以这一次从这个打歌上 看到了新中国联邦在世界上的新的影响力 新的力量 也能看出来 我们真的是得到上帝的帮助 一切真的是奇迹 就像产共得到林宝坚尼 而是来自王雁平的手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战友们在得到的奖 好几个都是应该得奖 就像做局一样做出来这么个奖一样 应该的 兄弟姐妹们 一定今天我的直播 叫大家相信 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 永远不要怪罪别人 自己的福和过就是自己造成的 跟别人没关系 就包括中国人今天这么苦难 你不要为他忧伤 不要为他悲伤 因为那都是他们自己做来的 我真这么信 而且要学会接受放下 更重要的学会感恩 我更加感恩的事情 我每天早上醒来 想想上海广州 想想长春 我就要好好的工作 我在想想乌克兰战场的人 还有比我们再幸福的吗 想想香港 想想台湾人的恐惧 我们还有什么骂子 我们有啥不感恩呢 对吧 我就这种去 所以说 你嫂子老说 你怎么就不疲劳呢 我说想想那些在战场上的人 想想在国内的人 我有什么资格疲劳 我有什么资格说我辛苦 没有资格说 懂得感恩的人 你才能拥有现在和未来 一定要挺过这一关 希望瑞秀他妈能听到 别让你女儿伤心欲绝 我们没有这个活宝 我们过得很不开心 天天被人家看屁股 就到厕所里边了 是不是 我们需要一个上海 这样的美女活得很愉快 希望你们的父母 都能健康活下来 我先说到这儿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谢谢 谢谢七哥 那请文志 开始问问题 谢谢 非常感谢七哥 我其实还是比较关心粮食 因为您也说了 粮食成了一个武器了 那囤粮毫无意味是他们的 这个囤积武器的一种方式 但是我们知道 中共国那些粮仓 一茶就是着火 包括未来一旦形成对峙 包括制裁了以后 像美国 然后您之前也说过 阿根廷巴西之类 可能都不会出口粮食 给中共国了 到时候有没有可能 一个情况就是中共的 我其实核心问题想知道 中共现在的粮食储备 到底什么情况 您之前说 也是他们提前几年 就在做筹备这个事 但是真的如他们期望的 有那个量吗 还是说到时候真的 粮食危机来了以后 可能比他们预想的 还要糟糕 可能不是他们预想的 就是死几亿人之类的 可能更加恐怖的情况会出现 谢谢七哥 谢谢文志 现在跟共产党说的 他储存了23亿 23亿吨粮食 我不相信的 每年的6.8亿吨的 必备粮食 现在存20几亿吨 我不相信的 他那些着火什么的 那些事情倒是另外一块 他做局嘛 贪污腐败 我觉得中国人面临的是 真正的中国是一个 粮食进口国 这是一个你根本的事实 而且中国人也不光吃面 是吧 粮食进口国这件事情 他需要外国有人卖给你 你还需要有钱 共产党这种情况下 那就惨了 不是共产党有钱买粮食 和有人卖给他 就轮到你老百姓 Rachel他妈在上海能吃到饭 也不代表文志 你妈在广州能吃到你的饭 他不代表这个 那就共产党 他们家吃饱了 你妈和我家人 我爹 Rachel他妈 他爹吃不饱 可能会饿死 那就粮食成了武器了 那就成了统治最有力的东西 平常控制老百姓的钱 就控制了你的一切 我在控制了军队 加上钱 我就控制了你更一切 现在是控制你的数据 信用卡 手机 我也控制了你的一切 但是现在基本上 粮食成为了最核心的武器 我不相信共产党 这个能有什么储备粮食 能度过关 共产党绝对会准备好了 中国人要死的一两亿人 他绝对不在乎 甚至他认为死的更好 省点粮食 省点地方 关键的问题 就像国内那位战友 跟北京的这些大领导开会说 说这个习疯了 这样弄下去怎么着怎么着 人家领导说了一句话 习疯了 那你想过这问题吗 如果习不搞这一套东西 这老百姓的存款 上哪给他老百姓 老百姓 那房子 撑撑涨价 那银行不得破产吗 银行破产了 那不得动乱吗 银行动乱了 都能杀了吗 不可能 阻止房地产泡沫 金融崩塌 银行崩塌 他只有什么 核糖核酸啊 战争啊 死人呢 这哥们傻了 他说我觉得 共产党这说过去呢 是这么想 现在咱还能这么想吗 人家这哥们说 你回家好好想想吧 能走就走 不能走 你也走不出去了 你就老老实实接受吧 能活下去就行了 这是政治局前委员的对话 不死人 不喝汤喝酸 不搞隔离 你天天想着 你银行钱不能取 你去不去闹事去 房产暴跌了 你闹不闹事去 接下来粮食短缺 现在习近平聪明了 我现在让你喝汤喝酸 让你天天就想着吃饱 银行钱 你还有的金融花 没金融花 是吧 房子倒不倒 跟你个屁关系 你吃饱都不错了 一下子把共产党的 所有的金融危机 房地产危机 全变成喝汤喝酸危机了 全变成吃饭危机了 你当地只要闹事 我就跟你搞喝汤喝酸 是吧 一箭四雕 解决了经济 房地产危机带来的社会崩塌 压力测试到中国老百姓 一旦战争起来 能承受得了 第三个 把习近平连任二十大 有了充分的理由 而且属于战事状态 同时还可能把台湾拿回来 第四个更重要 完成自己人生的理想 让天下人都没饭吃 常常习 习大神当年没饭吃的感受 同时把美元干掉 然后强人在乱世才出强人 大家需要习 这个世界不能没有我 就唱吧 是吧 是吧 这就开始了 是一箭四条 他咋不干呢 基于此 粮食的问题一定是灾难 而且我相信今年的水灾会更烂 中国内部人真的是要想 只能有饭吃 你就是赢家 谢谢 文志 谢谢七哥 请草哥哥 您说了这么多年的以共灭共 今天您这么一讲 我觉得怎么好像只是给习近平一个人说 这个草哥兄弟也是个大智慧人 绝对天赋啊 当习近平在上海和广州 吉林 郑州 当他开始喝糖喝酸进行隔离 特别 当我看到他把东风 导弹 FK3 送到塞尔维亚 更重要的事情 对美国的 茶皮眼 喝糖喝酸 叫美国授权撤离 再次的拒绝 是吧 这种情况下 咱们的战略就要变了 我很多话不能说 我再次在这里向所有的国内的战友们说一下 近期内 上海 长春 广州 包括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的这些机密的信息 都是你们冒着生命 以生命为代价 给七哥的 七哥不会忘 新中国联邦不会忘 天知地知 七哥会知道 我还 就像我给你们每个人说的话一样 你交给七哥的信息 七哥会尽大可能的发挥到灭共的事业上 我尽可能的分享到美国和欧洲以及日本的这些国家政府身上去 让他们提前预知共产党的这些行动 减少伤亡和伤害 特别像日本政府收到我们的有些战友送的情报 非常之惊讶 说郭先生完全超出你当初跟我们说的价值 会拯救很多日本人 就像我们给欧洲国家提供的情报来自战友一样 欧洲说我们会减少很多经济损失 和未来一旦到达那个战争级别的时候 我们会扫死很多人 我们也会给美国政府提供很多信息 你们每个人的名字七哥都不会忘掉 也不会不告诉这国家政府 还是那句话 任何一个为爆料革命灭共事业付出的人 你都会有洗臂有躺平臂 只要你能离开中共国 新中国联邦只要有饭吃 你都是最优先吃的 从国内体制内和给提供过情报的战友们 你们永远排第一位 法治基金排第二位 然后才是我们GTV的老椅子 G Club 永远不会改的 即使所有继续来创造的财富 我们像上帝保证 God 还是佛祖保证 这些财富都将会属于新中国联邦 最终都要归于新中国联邦 而且你们是永远的 决定使用者和决定使用委员会的人 就像我们在头两天一位战友 在亚洲某国家交给我们的中共的军事的 所谓在福建地区的情报 这对我们台湾和保护台湾的人太重要了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共产党不是完了 共产党真的是已经彻彻底底完蛋了 我给他的时间不会超过2025年 在这之前我们都不要犯天真的毛病 我们尽可能的减少中国 少死一些无辜的同胞 共产党灭亡前少带走一个人 何在海外 不要让共产党拉仇恨 毁了我们很多海外的华人的形象 和影响海外华人安全 更不能让世界上仇医仇华排华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这些战友们 你们提供这些情报信息太重要了 太感谢了 谢谢草哥兄弟 谢谢七哥 请明道先生 这里面我想分享一个故事 就是我们下来的时候 去科拉科夫的时候 实际上我精良 还有三日行 我们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这个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去那看的时候 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实际上那个奥斯维辛集中营 是苏联帮助建的 因为当时 这个真的是一个讽刺 在这个现在的时候 看到这个集中营 这个当时还宣传 苏军作为一个解放者 解救者的身份进入了波兰 然后后来呢 现在在当今的现在 他变成了一个入侵者 所以这个历史一直在重演 重演这个故事 重演这个故事 那么其实这个也就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了 这个文革先生说到的 这个把中国人跟那个中国 跟CCP分开 就是中国共产党分开 这个邪恶的政权分开 因为如果不分开的话 这个集中营 下一次可能关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 用某种形式出现 然后呢 包括现在的这个集中营 在新疆的这种集中营 就是说很难以想象 在文明社会的时候 会出现这种 这种形式 而且没有人知道 当时是没有人知道 然后我在看这个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场面 特别感动我 就是我发现有很多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然后呢 犹太人 他们就是年轻的 年轻一组一组的 去在那 他们 他们的国家教育 他们要记住这段历史 记住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犹太人 进入集中营的这段历史 这个我当时看到的这个感觉呢 就是 喜忧参加 参加 就是说 我们也知道了 这个 这个 这个犹太人 他 他想 教育他的国民 记住这整段历史 但是 但是 在同时呢 有 现在又发现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命运 好像是在开玩笑 在 在这个开玩笑 那我的 我的问题就是说 如何 以后 以后 比如 比如真正的 真正的 中共倒台了以后 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 我们的中国 新中国人 记住这段历史 永远不再 重新的 走 走这一条路 让 让我们的这个 十几亿人口 陷入一个 现在的一个境界 被 被世界的这个 文明 会排除在外 包括这个 包括我们的在那个 救援的这个 过程中 为什么 为什么会 有很多质疑 刚开始 就会因为 中国 做 就中共政府 从来没有出现在 这种救援的 这种场合下 我当时在想 为什么 是 是他 是他觉得 这个 花钱吗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后来我想明白 因为 一旦 一旦有争端的话 总是有正义跟邪恶 那 而且每一次 中共都站在 邪恶那里面 他自然的 不会 参与救援 这个 这个 我想听听文革先生说的 想分享一下 如果以后我们 新中国人 怎么应对这种情况 怎么能教育我们 不要重蹈负责 这个 我们 闻到这个 这段讲特别好 这个 集中营 这个有太多感想 我可以讲了 这集中营 从开始到中间 人的懦弱 人性 天真 是为啥我对咱同胞 这种懦弱 自私 害怕 恐惧 我这么着急呢 恨呢 因为我知道 最终带来就是灭亡 而且会悄无声息 一文不值 历史永远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觉得 只有反抗 我觉得反抗 什么都没有 但凡有反抗 绝不会有这种悲惨的下场 一个又一个的例子 对咱们新中联邦的讲 未来教育人 我觉得我一定不会让中国新中联邦的人 我也不会接受这样的教育 我不觉得人性会从这个当中吸取教训 如果吸取教训 中国共产党会告诉你 参加集中营的人是最多的 共产党现在还是失恶最多的 而且今天你看到的 在乌格兰被虐 被杀害这个事上 犹太人是出场了 但在疫苗问题上 犹太人一点都不理智 在反毒吧 这什么情况最重要 我认为还是教育 我们以色列是我们多么尊敬的个民族 多么尊敬的个国家 但是这次在疫苗这个事情上的显示 但是有大胡子一生啊 甚至也是以色列人啊 这个出圣贤也出魔鬼的地方 让我们学到什么 一个国家要信仰 还一定要教育 这个教育GDU里边 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什么 就是让人从小最早的认知自己 认知这个世界 把所有人的最美好的一面 给启迪出来 没有比认知世界 再重要的 读万件书 读万件书 不如行万里路 我认为走一百里路 都比读万件书强 不用走万里路 走一百里路 都比读万件书强 你明到你没去过欧洲 你没到现场后 你有这感受吗 你去过集中营 你更应该去哪 去希特勒 他所有在奥地利生活的地方 你就知道我今天说习近平了 一个人的成长和蹲过监狱的人 还有一个被人社会抛弃冷漠的人 还有男女生活不健康的人 这希特勒这个货 变态的人 跟自己的亲爱人生女搞 这种变态的人 希特勒最喜欢 就听人家楼上说爱 是吧 熊魂潦倒 然后练上了军医症 然后撒谎 然后就开始自己 从梦游中走向自己的人生的成功 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GDU也没有的 让一个人健康的认知世界 如果你看奥特欣集中营 更应该看什么 莫孙里尼在意大利 他是怎么成长的 日本的三本五十六 这些人帝国军国主义 在日本是怎么成长的 你看完这些的时候 你在这好好看一看 近代史上二战当中几个惨烈的局面 菲律宾 台湾之战 你看完特别是 美国的几个血腥的战役 跟那个日本的 你看完以后你会知道 我们新中国联盟需要的是 绝对的认知和教育 我觉得真的要行万里路 比多万家书去 而不能去一个地方 他说这种地方 我一定是要去的 但是最终我要避免 这种事情发生的根本问题 这个民族要强大 强大不仅是金钱上的强大 一定是各方面都要强大 否则一定会像德国日本一样 走向极端 二战一样 你有比日本和德国的民族教育再好的吗 全是普鲁士教育 普鲁士管理 绝对集中 绝对忠诚 绝对勤劳 最后是绝对灾难 所以我崇拜自由 我崇拜民主 我崇拜信仰 否则就会像德国 就会像日本当年一样侵略 杀略 现在就是中国共产党了 还有普京 二战当时死最多人是什么 俄罗斯人 中国人 是吧 现在俄罗斯和中国人发动了一场 接近三战的开始 你觉得笑话不笑话 有人在那习中教训吗 没人习习教训 你看不查 习习教训吗 没习习教训 谢谢 那差不多了吧 你看小哥还有 那文字都快昏过去了